近年来空气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天空经常雾茫茫一片 许多民众为避免袭净脏空气 出门纷纷戴起口罩 环保署今天实测老旧乌贼车 发现其PM2.5浓度高达1500微克 相当于一般标准的60倍 大概两个最主要的排放源 一个就是移动污染源 一个就是固定污染源 固定污染源商业用的最主要是锅炉 大工厂都需要排放许可 大工厂都透过排放许可 来管制它的排放量 所以我们希望在两年内 透过行政面面的家园排放标准 能够来改用天然气或者是电热棒 之前我们空跑处有提出说 各政府地方政府之间 如果绩效好的我们有奖金一千万 狐狼博和棒子两个一起 但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个补助 有补助 然后这个是补助的部分 是这个红狼博 另外你若要向营党贷款 我们可以提供保证 我们和交通部在原商 就是要加增牌照税 逐年加重 我想就是空气污染今年 有改善一点点 但是我们非常不满意 所以我们希望再推出这些几个强化的措施 希望在106年 明年的年底 能够整个以PM2.5 这红色警戒的这样的占日数 能够减少20% 今天来秀一下 这个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